會 會上下跌的 那寫的有點重 那就不要寫太輕了 那同樣是第一個字 剛才平第一個字就是輕的 這會第一個字是重的 那這樣看起來兩個人的重量是不太一樣的 木 這個木它寫得到蠻大的 一般像這種筆畫少的 通常在寫形書的時候都不會把它寫大 不過在自用受限於當時的技術 所以它只能把它原封不動的放上去 五 五就把它寫得比較窄一點 寫窄一點 橫畫不要太長 這個間隔拉長一點它就會長高了 橫畫不要太長 太長就變扁的了 所以在寫字的時候 一開始就知道這個字的方便 你寫出來字才會有造型 五 字 字就要偏扁偏小 字就偏扁 這個字已經出現非常多次了 每次都這個字了 找不到第二個字了 字 抬下來 小一點喔 接連三個字都開始逐漸放大 所以那個字很重要 如果字大了 那肯定下面幾個字就完蛋了 就沒有變化了 寫上去 抬下來 帶上去 翻折 然後向中間集中 向中間集中 橫畫 橫畫連動 把它寫得乾淨俐落 有 字 越來越大了 這幾個字 形書就是 一直在大小粗細 遠轉方則中 做變化 然後看你組合起來好不好看 它也沒一定說 這裡一定要寫這麼大 只是當下它排出來就長這副德性 相同的字 給不同的數碼就要排 排出來效果都不一樣 點 好 善 這也是大的 就是連續 好幾個大的 輕瘦一點 戴上去 撇 口往上拉緊 往內縮緊 往上翻 往內縮 耳 就偏扁 偏扁 偏小 這樣字 連續剛才三個那麼大 這麼激情的字以後 哪一個比較 緩和一點的字 這個間距道是排一樣的 耳是緊的 縮在一個位置上 層是開的 所以這樣字兩個又不一樣 然後層比較輕盈 又比剛才的耳來的輕 所以他們字的安排 其實也是經過 設計的 經過設計的片 扇 這個扇跟剛才那個扇是同一國的 不過刻起來有點不一樣 所以 字鐵會失真就是這樣 會失真的因素太多了 可能當時取樣就有問題 因為他不見得拿到最好的版本 第二個 刻的人是不是有辦法忠實的刻出他要的樣子 而且以前又沒有複印機 所以手工複製 礦 礦就寫得好鬆 這些感覺零件散落一地 其實他應該是想寫這樣子 可是刻的時候 很多小細節不見 就看起來怪怪的 好